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啊 像炸鸡啦 猪脚啦 凤梨啦 对啊 或是笋啊 这种都算了 那这样要吃什么也不能不吃蔬菜吧 这时候就会建议吃一些比较精致的淀粉 或者是嫩叶 还有像是去皮去脂的一个瓜类 哦 瓜类是不是 好 那我来想一道 假如是那个不瓦虾仁 就是我们的嫖瓜虾仁 你觉得怎么样 OK 可以 没问题 因为不瓦是瓜类嘛 对不对 是皮脂 对 而且虾仁又是蛋白质 那刚好可以补充我们的蛋白质 这一道呢 以前都是炒虾皮 但是呢 因为我们并有生病了 要吃好一点 所以我们要升级 叫不瓦虾仁 而且还帮你压成泥 很好吃哦 我来看看怎么做 好 我们今天的嫖瓜虾仁食材有 嫖瓜 虾仁 还有一点姜泥跟葱花 好 先来切我们的嫖瓜 就是我们胡瓜 那如果想要口感呢 你就可以切粗一点 那想要柔软一点呢 就可以像我这样切比较薄 就会很细很嫩 那如果老人家要吃要更细的话呢 用刹枪 抛签的 会更柔软更好吃 好 我们嫖瓜切好 我们就用刀背呢 压虾子 把它压成虾泥 接下来我们就帮这个虾泥做一点调味哦 加一点点的盐 均匀的撒在上面 然后加一点点胡椒粉 少许的泥酒 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让它静置一下下 顺便入味 锅底加少许的油 少许的姜泥 然后把我们的嫖瓜放进油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水 加上盖子 稍微焖煮一下 好的 好 现在它已经变软变透明的感觉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虾仁放中间 而且炒出来的颜色很漂亮 它就有点红红绿绿的 那这调味呢我们尽量也是 就是比较一个简单的原型 就加盐就好了 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葱花 增加它的香气 并有在吃这些葱姜蒜的时候呢 都要注意不要去生死 所以呢我们只要盖上去 15秒钟就可以下去了 好了 好 简单的家常菜 可是又非常有营养的调瓜虾仁就好咯 这是一道美味又健康的料理啦 一般都不知道不哇可以煮虾仁 都只知道煮虾皮 可是哎呦你要升级 我们吃高档的虾仁好不好 来吃吃看 好 颜色超美的啊 橘色配绿色 加点姜 特别香 这不哇真的对这个低渣饮食来说 是好蔬菜对不对 是因为它比较不会让残到的 残到那个残渣残留太多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除了这个低渣饮食之外 还需要高蛋白吗 对 像是我们的海鲜类啊 其实都是蛋白质的来源 因为有些人以为不能吃海鲜嘛 其实可以 所以像虾啊 或是鱼啊 或是一些贝壳类 其实只要没有过敏 还有注意新鲜 其实都可以吃 最主要新鲜啦 这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虾子是可以吃的哦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 补蛋白质的来源 好真的是太棒了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欢迎打我免付费的电话 我们琪琪老师随时等着你哦 希望厨房关心爱有健康 后书上菜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